哈囉,大家好,我是貝赫蘇 有看我上禮拜直播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家的貓得到聖衰竭 醫生說剩兩天壽命 看完醫生回家的路上,我出了車禍 哪天晚上我做了直播 可天早上喬巴就走了 到現在已經三天過去了 我想記錄我現在的想法和感受 喬巴陪了我11、12年 他等於陪伴我所有的青春 他等於看過我歷刃女藥 我有兩隻貓 等於是同時一樣的 喬巴是我特別喜歡的 因為他很像狗 我去哪他都會跟我到哪裡 連我在上廁所他都想闖進來看我 害我總是突然假斷 他真的很壞 但他很愛我 事情一開始我是發現 喬巴沒什麼活力 好像怪怪的 隔天就帶去檢查了 驗血一堆檢查做了 結果原因是 腎衰竭 可以做的做法是洗腎 但是至少是10萬到20萬 另外一種是拖著也不會好 就是每天住院打電低營養素 一天大概3000左右 最後決定是讓他 順順的離開 而我在回去的路上 我騎著車 那天是下大雨 我沒辦法把喬巴放在腳踏墊那裡 只能一手捧著一手騎車 而我在慢慢轉彎的時候 突然聽到蹦一聲 我被一台機車後面追撞 我跟喬巴一起飛出去 車子也飛出去 我之後趴在地上 下著大雨 我眼神都沒離開過喬巴 他就在我前面 我騎不來 可能是衝擊力導致站不起來 對方直接罵說我怎麼騎車的 我說 貓 貓 他才意會到喬巴在前面 立刻幫忙把喬巴安置在對面7樓 我就在想 我是怎麼了 我怎麼會那麼衰 我的家人要離開了 結果第一次出車禍 就在這天 而撞我的人 問貓有沒有怎樣 我要解釋他 武力是因為他要離開了 我講到一半 我就大爆哭 之後警察來了 警察說車禍而已怎麼哭成這樣 但我是想到 喬巴兩天內就會離開我 我真的控制不了 自己情緒 之後事情結束了 也和解了 我跟喬巴說了很多話 其實我是不太會跟寵物說話的 我說了很多感謝他的話 而那天是禮拜五 是我本來就要開直播的日子 我真的沒有心情去開直播 講良性的東西 所以之後 決定把那天發生的事情 在直播的時候 說出來 隔天早上七八點的時候 我醒來 我去看喬巴 喬巴離開了 我媽說 剛剛還有呼吸啊 我燒個香怎麼就走了 說著說著 我跟我媽都哭了 哭到一半 不知道為什麼 我肝偶想吐 我第一次體驗到 震驚 難過到想吐 喬巴離開我的第一天 我除了哭 發呆 什麼事都做不了 我看到所有有關於貓咪的東西 我都會有種 害怕 不想看到的感覺 我不想聽到貓叫聲 我不想看到像喬巴的所有東西 我不想接受 我的家人真的離開了 第二天我帶狗去 寵物公園晃晃 去健身 之後去上喜劇課 喜劇課的時候有一段 要分享 這里巴有趣的事情 我第一個上台去分享 我一開頭就說 我分享的不是有趣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 想要在一堆人面前 分享這件事情 但我就是想講 我發現我講的越多 跟越多人說 好像心裡有一股 不知道怎麼說的東西 就沒那麼痛 但還是會痛 到現在第三天 我其實該工作了 但我一整天都昏昏的 我再也看不到他 偷喝漁缸的水 我再也看不到 他跟貝克打來打去 我再也沒辦法 聽到他的咕嚕聲了 我想要為他做點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要為他做什麼 所以現在拍這個影片 我想要紀念他 感謝他陪我走了十幾年 我從一個20歲小毛頭 到現在變成30幾歲的男人 我沒有拍喬巴走的畫面 和當下我哭的樣子 因為我覺得 也太難過了吧 我沒有剪接石 我沒辦法剪這些畫面 當下我也沒心情拍 但我想 把從很久以前 我跟他記錄的影片放上來 我沒想到我會走完他的一生 我養他的時候 我沒想過 他會離開 我也沒想到 我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養就不要拋棄他 養他一輩子 他一開始來我家 真的長得 有夠醜的 根本就外星人轉世 一堆皮膚病 怎麼可以醜成這樣 但他之後 慢慢看醫生 三個月後 毛好了 之後就變超帥的 我記得好幾次睡覺 都被他高空彈跳牙醒 或是睡到一半覺得呼吸困難 他整個屁股坐在我的臉上 以前在畫畫總是被他霸佔繪圖版 不讓我畫 都要把他移開才能畫畫 我要 我要工作的時候 就會霸佔我的椅子 常常動不動就一直吵著 要我開門 讓他進房間晚 好了不說了 太多回憶 我不要讓他放在一起 你看我 我看我 有什麼事 我看你 很子彈 我只要悲傷的情緒 恢復到正常狀態 需要時間 而做這影片對我來說 也是療傷的一環吧 我會繼續好好過好我的日子 希望你在那邊也可以好好的 我一樣會對貝克和Micky很好的 你不要太忌妒 我會想你的 謝謝你給我那些回憶